台湾工具机产业发展蓬勃 在两岸签署ECFA后 由于进口到对岸的关税调降 对产业成长更是一大利多 为扩大外销市场 台湾今年共有超过150家厂商 前往德国参加汉诺威工具机展 不只要秀出特有的创新设计 也要让各国看见台湾的销售实力 ECFA包含了降税的早期收获清单 其中有107个产品 是跟工具机跟机械有关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签了ECFA以后 对我们的工具机的出口 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亚洲新兴经济的需求增加 台湾机械同业工会评估 2015年台湾工具机出口总值 渴望达到70亿美元 加上宝岛的工具机产业 多半汇集在台中的产业聚落 方圆60公里内 就可以满足生产线上的各种需求 让产业更具有全球竞争力 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可以像台中这样子 在方圆60公里里面 你可以找到你要生产来工具机 所需要的所有的设备跟人才跟技术 除了紧抓外销商机 正在规划开发会展中心的台中市政府 也特别组团来到汉诺威整产观摩 希望借此吸取经验 帮助会展中心的设计更为周全而实用 根据德国会展业者统计 光是去年展览营收就超过2亿1000万欧元 而德国又以汉诺威的展场规模最大 各大展览接连登场 连带也活络了当地的旅游商机 陈良亦表示目前台中会展中心已经动工 预计三年内完成 希望未来能够借进汉诺威经验 替台中创造丰富的经济效益